前几天就有讲到这个iPhone 16 Pro终于不烧了 然后就有很多观众调侃 花一个几千块买iPhone 脑袋进水才会买它啦 之前吹华为Honor现在吹iPhone 你好像没有什么公信力叻 很难相信你讲的话 哎呀用iPhone就用iPhone啦 很白血的咩 还有一个一直放那些非官方的数据 讲iPhone 16 16 Pro Max 烧的坏的卡的很赖的 我家这边就有几台 Member那边也是有几台 so far ok啊 有什么问题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通常会说这些的 都不是用iPhone的 就好像驾软油车的 就每次讲我们的EV车 很容易爆炸又烂续航又不强 所害才会买EV车 差不多类似的概念啦 其实那部视频主要只是要跟你说 用户体验 而且这个视频不是做给Android优质看的 是做给iPhone Assisting User 给他们知道现在iPhone 16 有没有针对之前的痛点去优化 毕竟我也是一个优质嘛是不是 讲实在的 会用iPhone通常就是用的舒服 不想换以及习惯了生态 你再怎样说再怎样酸 再怎样调侃都好 还是有一群用着iPhone的优质 so你们不必要说到这样子啊 反正人各有志 追求自己所要的东西 就好像如果我要选择折叠机的话 我也是会有一些要求 That's why最近我就时常说 这个Other Magic V3 真的用到很上头 哎呀 等一下每个人又讲我开始填它了咯 填归填啦 但是还是要讲一下咯 就好像iPhone 15 Pro Max 如果是512GB的话 价格要6999 可是你用一样的价格 你可以拿到一波两则的手机 我们买折叠机是来干啥咧 它到底有哪些优势 这么你一直讲Other Magic V3 首先 nice哇耶 折叠机很小姐 也是我一直以来不敢用 如果真的是不小心的话 它的屏幕呢 真的是要2000多块的 无论是内屏或外屏 都是有提升在印度 同时还有防水 IPX PARK就有很多观众说 手机丢水 你脑子进水了 你咋知道的 哇流嘞 人家test防水 你就讲我手嗨 我不进水的话 你就讲这个手机不防水 那你要我怎样 你说你要我怎样 你不要反应才怎么样啊 而且 Other在工艺上真的进步贼快 折叠的情况下 它的厚度竟然跟iPhone 16 Pro 差不多一样 没有记错 只有9点多个mm 打开的情况下 更是薄 销链容易坏吗 之前的视频 你看到我哪来折 哪来丢 哪来进水 哪来游泳 哪来浇花的 都是这台HONOMAGIC V3 然后我最记得的 就有一个ZABO 他就跟我说 他拿的是假机来的 那个手机一定进水了 他不敢说 就会来给你看而已 比iPhone薄的同时 它的电池还非常大 你看iPhone啊 这样厚 PRO的啊 3500毫安 PRO MAX F4500 V3就有5150毫安 第三代青海湖电池 我是不晓得青海湖在哪里 不过它的电池是真的很确 很薄 可以储存 很多的能量 还给你 66W闪充 50W无线闪充 还有这次无线反充team iPhone的话 真的就没有什么大更新 其实调侃还是会调侃一下啦 不只是我调侃而已啦 你知道欧盟啊 他都一直逼做Apple开放OS给其他商家 做一个良性竞争 不然呢 他就一直死死的挤压膏啊 挤到欧盟都很堵烂了 可是HONOR MAGIC V3 佳料搞搞啊 它的相机是自己去到玩的 之前几代没有HARD CORT 拍照就一般 通过这个HARD CORT 他们自家调出来的颜色 还会针对不同场景 它会给予适当的有画 在室内户外 还有不同的filter 一件套上 我整个氛围感就拉满了 唯有要调侃的就是 它不能调那个filter的 HARD CORT就是HARD CORT 你不可以再调它的颜色色温那些了 而且折铁机有一个优势就是 折起来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移动支架 假如你嫌弃它自拍镜头 不够高清啦 毕竟感光元件全部都是在它主射镜头嘛 你就可以打开用屏幕监控 翻盖 就直接用主射镜头去拍摄 同时还能监控画面 你要用超广角 你要主射都可以 无论是拍视频拍照 它可以拿到更好的进光量 虚化效果更加 防抖方面一流 拍视频更加不用讲 毕竟里面是有铁三角 高端的配置必须有4K 60fps 边走边拍的情况 特别稳定还能外接蓝牙麦克风 有时紧急的情况 哎呀相机太重了 手机一拍直接开拍 由于还自带一颗浅旺式镜头 支持3.5倍光学变焦 拿来构图是非常好用 设计看去又高管一下 你看它的镜头好像APPY手表 可是它的价格呢 只是APPY的十分之一 可能都不到 而且折铁屏对于我们年龄 慢慢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我们的那个视力是不是慢慢开始退发了 然后我们就需要这类型的大屏 观看就舒服了 毕竟大屏它可以显示的内容更多 编辑照片 选择filter 还是side by side 直接看那个颜色是否搭不搭 只有折叠屏才有这类型优化 还有部分应用程序 比如说小红书YouTube、Facebook、WhatsApp等 都有左右分屏 查找联系人的同时 可以直接观看Conservation 让我最爱的东西就是往中间一pick 它就会进入平行空间 它就像一些手机里面不是有一个隐私空间 Honor Magic V3它是可以同时一起运行 那么我在compare价钱 我可以一个开Shopee、一个开Lazada 或者我要抢购一些闪销 两个Lazada户口 直接上网跟人家抢购 是不是特别方便 除了是Shopee、Lazada 当然其他的好像work document 上网查资料 然后搬运到其他地方 除了这个平行空间 你也可以通过它的任意门去完成 还是你要通过它的中转站 去搬运这些资料 也可以 而且它有送一支Stylus 你是可以直接在上面画画的 就查它送的壳呢 是没有收这支笔的 相信这支笔随时都会不见掉啦 哈哈哈 不过它送的壳呢 就挺好料的 你看它的包覆性是不错 质感很好 软皮革 荔枝纹 金色crumbian 往外一掰 人形指甲 展开的情况下 都能支撑着 而且东西又送到碗给你 charger给你 cable给你 壳给你 保护膜给你 还给钱 一年 摔爆摔坏 包给你 所以折叠级的优势是特别多 我这一期视频不是叫你买Honor Magic V3 只是叫你站在欣赏科技的角度 它们进阶到哪些阶段 当然如果你是习惯了iPhone的生态 用惯了iPhone 我这个人肯定也不会叫你换的嘛 因为我也是自己卖手机 我知道顾客的 pattern 就好像每天早上喝一杯咖啡加一片lottie 你叫他一整个月不要这样子吃的时候 他哪里大汗的了 就好像手机 你已经习惯了iOS 突然间你叫他换安卓 他不习惯就是不习惯 通常这类型顾客我都会叫他 不要想太多 用回Apple 至少你用的舒服就好 如果你是一个很爱尝试新事物 你就是冲着科技而去买东西的话 这台Honor Magic V3绝对值得看一看 主要分享就这些而已啦 就这样子啦 拜拜